我们在围绕 因此间碰见 照应有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啊 如果我愿意跟你结婚 你能不能 借给我一笔钱 多少 两百万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不会喜欢你的 也不需要真的跟你结婚 我可以只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 这笔钱 我以后也会慢慢还你 你还是学生怎么还 我知道 我现在赚得是不多 不过我身体好 活得长 脑子还聪明 慢慢赚总能还上的嘛 我还会按照市面上的借款利息 跟你算的 在我看来为这事结婚 完全没有必要 挺有必要 娶了我你会轻松很多的 比如 比如 你可以拿我应付你妈妈的催婚 也可以在别人面前扮演正常的已婚男人 私底下你想和谁做什么我都不会管他 你刚刚说我哪里不正常 不不不不 我我我没有歧视您的意思啊 不管您对女人有没有兴趣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嘛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对女人没兴趣 那你干嘛要娶个不喜欢的 我跟你结婚只能有一个理由吗 难道你身体有隐疾不好跟别人结婚啊 我明明白白告诉你 我身体健康各项功能健全 而且只对女人感兴趣 不信你试试 不是吧 这又是什么漫画桥段 没完了吗 难道爸怎么画画多了 真会有报仰 谁记得睡不着 阳光恰恰 我们在围绕 因此间碰见 脚印有多远 空气就多甜 忍不住都看你一眼 我爱上了你给的细节 当当吧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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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底开花 要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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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打扰了 不好意思 顾总 主要这个文件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我给您送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回来 协议名称 结婚协议书 是婚前协议书 第一条 婚后双方资产 和债务各自独立 第二条 婚姻存续期间 男女双方可以继续维持之前的生活方式 互不干涉 第五十二条 乙方必须履行未婚妻的责任与义务 未婚妻的义务 什么义务 当甲方需要乙方以未婚妻的身份出现时 乙方必须随教随道 我有我自己的事 扮演未婚妻需要提前预约 付费 一小时一百吧 好 第五十八条 甲乙双方不得有任何质体进度 那违反这些套款也需要赔偿 也一次一百吧 同意 总共二百八十一条 请二位过目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